我們就先繼續吧 就是其實這張圖 它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 我可以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 首先 回到前面來看 其實這張圖我有根據它每月的平均 正常公時做排序 X軸 其實正常公時最多的我放在最左邊 所以你會發現 當我要花這個SALERY2013 DATA的時候 我AS2X給它的時候 我先把它REAORDER 那我的Y軸 我就是要畫它的平均公時 那因為平均公時在資料裡面 就是在那邊 所以我並不需要重新去Count它 所以我的BARPAR必須是 State等於Identity 這邊的State等於Identity 大家不要跟那個Position等於Identity高合 一個是Statistic 一個是Identity是Position 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那 我要畫兩張BARPAR 最快的方式就是 我加兩次BARPAR給它 第一次的時候我先畫第一張圖 然後我先把 因為 平均正常公時 我知道它已經比較長 所以我給它一個透明度 Alpha n.5 對 那我改了一下它的X座標 Y座標 什麼的 那再來這邊是給MakeUser的 一個很重要的Pint 就是 前面有提到用內建套 內建做圖的時候 如果你要畫中文的東西在圖裡面 你要做那個 你要做這一行 你要用PAR變數先帶一個中文的事情給它 對 但是這件事情在GG Part 2裡面是不行的 對 所以在GG Part 2裡面 你要畫中文 你要用另外一個WalkerRound 對 那這個WalkerRound其實就長這樣 沒什麼好說的 它就是放在Think裡面 你的Text 要給它一個字型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給 我覺得這東西 大家就是用過一次之後 你就會知道 下次你就知道什麼差 對 那如果你想要改變X的角度 你常常會遇到 比方你畫一些Time Series啊 比方說 走 走式圖好了 那你的X是時間座標 時間的Time Step 那你把它疊起來 會發現它都疊在一起的醜 那時候你就會需要把它轉90度 對 所以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所以我把它特別寫在這個作業裡面 因為 如果你有遇到的話 就可以來抄這個Code 對不對 那 當你畫第二張圖啊 你看我們加完第一張Ginbar 之後再加第二張Ginbar 我並沒有再指定Data給它 那繼續幫他做 他聰明的會知道 你要畫就是一開始沒有Data 所以 再來是最下面這個Annotation Annotation這個是 我放在 我把這個教材放在Bonus的地方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後面後面的部分 Annotation的意思就是 我在圖上要加一些東西 比方說我要加一個字 比方說我要加一個9字在那邊 對 但是用Annotation 或者是我要加一個箭頭 我要加一條線 這種東西 這個Operation就叫Annotation 那這個比較細節一點 所以在這邊就不特別go through說 到底要怎麼畫 但是在後面有範例 就是大家可以看什麼影片 自己資料 要怎麼做來看 那針對這張圖 大家還有什麼 大家還有什麼疑惑嗎 OK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 好 那到此為止就是 其實你可能已經有自己畫出一些圖了 那所以可能要告訴大家說 當你畫出一張圖 要把什麼把它存成一個File 因為你畫出來的圖 都在RDevice上 對 其中一個方法當然是直接去copy它 對 但那個方法 有的時候會有些意外的問題 對 因為當你copy它的時候 你用的時候要預設有些行為 當你想要精確的控制 你的圖要存在哪裡 要怎麼存的時候 GG.plot2它用它自己的一個base 也就是說你內建 內建作圖軟體的那一種 Device存圖的方法是不能用的 你必須用GG.plot2 它提供你一個叫GG.save的function 對 下面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假設你畫了一張圖 你把它丟到這個 GG.plot這個物件裡面 你要把它存起來 其實你就是用GG.save file name自己取的 然後plot指定你要存的那個物件 就這樣 那它到底存成什麼呢? 它會根據你給它的file name的extension 決定它存成什麼 也就是說當你用.png 它就會真的存成一個png檔 所以如果你不給它附檔名 它就會有它default的形容 那如果你要指定大小 當然可以帶更多參數到GG.save裡面 其實你只要拍我回向Document 就知道GG.save可以調哪些參數 那GG.save如果你那個plot 不指定一個做圖的物件的話 它自動會去存你當下Display的這個圖 你放說你上一個圖剛畫完 它秀在你螢幕上 但你沒有把它存起來 你沒有把它丟到一個物件裡 你直接下GG.save 它會去抓這張圖 就是這樣 再來是barplug 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就是有時候會接到request 就是左邊那圖是by grouping的barplug 但是它跟我說 這樣看不出所以然 我想要它是用percentage的方式來做的 就是說左邊那個 他們的scale不一樣 X跟Y不一樣 對那右邊的話 我把它的scale拉成分之一樣 所以它的grouping是用percentage來表示 對那請問 要怎麼樣從左邊的圖改成右邊圖 這個就是非常不幸的 GG.save沒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 你沒有辦法說 你的資料可以畫出左邊那張圖 然後情報畫成右邊那張圖好不好 給一個什麼參數 然後它就畫成右邊 沒有辦法 所以 要怎麼做呢 你需要做data preprocessing 還記得我們前面有提到說 如果你的資料是precount的 你可以直接指定你的y要畫什麼 所以用這樣的概念 你就可以直接指定你要畫的是percentage 大家知道我在想什麼 對 那這麼做唯一的問題就是什麼 是你的資料裡可能根本就沒有這個percentage 所以你要先算好 你要在你的資料裡算好那個percentage 然後用state等於identity的方式 把它指定給你的g.bar 所以我們資料原本是長這樣 那你要想辦法算它的percentage 這個時候就只是一些 data preprocessing的功夫啦 對 那這邊其實提供了四種方法 我想四種應該夠了 我不會勾注太多細節 第一種方法就是你用內建的方法 直接去做 對 這方法通常寫起來是最吃力不討好的人 但是好處就是你不需要external package 你就是把它算成下面這個量子 每一個類別 你都有它的count跟它的percentage 接下來你就可以用bar plus畫出來 那如果你覺得第一種寫法 太反覆了沒關係 就是其實我們有課程 我記得應該是教了這個套件 dplyr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用起來還蠻書爽的 就是寫起來非常的快 你會發現sintex精簡很多 你用這樣的方式一樣可以算出這個資料 對 那如果 你想用其他套件也可以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data table這個套件 就是 它也可以幫你很快的做一些 買grouping的這種方法 對 那如果在座各位有seql的iout 你要在r裡面用seql 也是沒有人可以阻止你的 你就用seql.dl就可以了 直接印下seql 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我seql不是很好 所以寫了這個seql才算出來 對 但這是要告訴大家就是preprocessing 反正就是你自己的工作啦 就是你想要怎麼processing 高興就好 對 重點是 你必須把資料轉成這個樣子 比成的話題就是這樣 對 那dj block圖 因為它提供一個一致的framework 它的壞數就是 你的圖一定要長成這樣 對 這算是它的一個cost 所以當你長成這樣之後 State等於identity 然後你的y直接指定你算好的percentage 它就會是這張圖 我們要理 對 就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常常需要畫這樣的圖 所以我特別把這個 當作一個案例拿出來這樣 對 它這個是後人會遇到的啦 就是 你幫我把percentage畫出來了 但是我還想知道它實際的 count是多少 對 就是你可以幫我把它標在那個bar的頂端嗎 可以 但是 你一開始當然會很直覺 就是 其實 gg block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gm text gm point是畫點嘛 gm text就是畫你那個text 就是直接畫你那個詞 你可以這樣寫 就是把你的資料裡面的數字 直接當作caract畫上來 所以我去這樣直接加上來 就發現有些地方怪怪的 就是18跟27 你大概可以想像它其實是那個紅色的bar的高度 對 但是 藍色bar的高度是8跟17 它跑到下面去了 那這是因為這張圖它是stake起來的 當它stake起來之後 你藍色的坐標其實是8加18 這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理解 對 你藍色的值雖然高度是8 但是你疊在一個18高度的紅色上面 所以你藍色 你要畫的那個藍色的頂端的坐標 其實是8加18 這個告訴我們的意思就是 你又要做一些data preposets 如果你堅持要用staking的方式 對 那其實你就是要去算 你要把它cumulate 把它的累積 累積的算在一個變數裡面 像我這邊我把它算到一個 叫做cum.pct的地方 把它算進去之後 然後我在畫圖的時候 要指定這個新的變數 這樣子才能畫出來 就是這樣的例子比較 minor一點 就是有的時候 你需要稍微花一些功夫 但你會發現功夫其實不在做圖 不做圖其實就是那一套嘛 就是那一句子 就去符號加加加就結束了 可是你的資料要長成是停畫的樣子這樣 好對 那我終於把papop講完了 對 你到後面就會發現 當你有沒有papop 知道其實你什麼圖都會了 因為其他的圖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馬上來試試看 你要畫一張線圖 這張線圖一點到底都沒有 是隨便用畫的 就是把IRIS DATA 葉片 二片的寬度當X 長度當Y 剛剛就把它畫一張線圖出來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 但是可以畫 對 因為GGProv其實就是這樣 什麼圖都沒畫 直接把GIMLINE再改成其他的 他也會畫出一張圖 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對 那但是我不想要再用IRIS data了 所以讓我們換一個data 我在那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前面 我前面有兩次用 去取一個一張圖的title 結果我又會用不一樣的方法 第一次我用GGtitle 第二次我用labs title等於 這在GGProv2裡面常常發生 但是因為GGProv2它提供一些 紫 function 對 Sibling 就是有一些function 其實是另外一個更general function的簡化版 比方說GIMLINE 它其實是GIMABLINE的簡化版 ABLINE是可以畫任何直線 BLINE可以畫vertical的線 類似這樣的東西 一看久了你就會發現是怎麼一回事 對 那所以你想用什麼方法 其實就是看習慣了 所以這邊 我們用另外一個 一樣這是內建的data 所以大家進R裡面直接打就可以看到了 這是一個 這應該是手機的一個統計啦 各大洲手機的數量 對 那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這張圖它就是有1 2 3 4 6 7 7個週 然後有7個年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